21. 北京青年報 指尖上的保險移動互聯服務新體驗 2015年7月14日理財此 03. 隨著互聯網加成為一種生活方式 互聯網與傳統企業的融合度不斷提升 互聯網也開始滲入保險業 保監會2014年互聯網保險行業發展形勢分析數據顯示 2014年 互聯網保險業務規模繼續大幅增長 2014年底有85家保險公司開展了互聯網保險業 比上年增加了26家 其中 中資公司58家 外資27家 當年保費收入858.9億元 同比增長195% 與此同時 互聯網渠道業務佔總保費收入的比例達到4.2% 尚不足5% 但已成為拉動保費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 去年雙十一天貓賣了1.86億份退貨險 刷新了中國保險業單日同一險總成交保單分數的記錄 7月5日 在北京保險行業協會主辦的保險商 本互無限7.8全國保險公粉塔活動現場 北京青年報生活時代了解到參加活動的58家保險公司 幾乎都在互聯網加領域有所創新 其中包括華夏保險攜手阿女打造的娛樂部 安邦保險的科技創新產品微信李培 平安人受上線提供的在線健康管理服務 以及太平洋保險者力互聯網的發展和技術 革新打造的智能服務平台等 北京保險研究院院長江洪日前表示 有人稱2014年是互聯網金融的元年 2015年有可能成為我國互聯網保險的元年 這是非常令人振奮的平安人受 推在線健康民診取作互聯網加提升為國家戰略 傳統行業紛紛加速轉型 作為中國保險業的龍頭老大 中國平安在互聯網金融方面的探索和佈局交組 並為妖醫、食、住、行、玩等多方面需求 具體提出了一線門、兩個聚焦、四個市場 即421戰略 的互聯網金融戰略 尤為值得關注的是一對一家庭醫生 民診服務功能在平安人受的上線 正式免向全民推出健康管理服務的在線功能 體驗,將維國人信醫民診牌優解難 幫助用戶養成健康生活習慣 創造醫、行、食等多方面在線健康服務體驗 移動互聯智能中端的成長大動作 應用軟件App市場變得異常火爆 並且越來越重要 一個海量優質的資源庫不僅決定著一個產品的可玩性 而且環藏有巨大的商業價值 據了解 此次平安人受充分發揮移動互聯網線上服務的特點 在平安人受的服務平台上全新推出民醫生版法功能 其中包括家庭醫生、健康習慣、健康資訊等多項特色在線服務 並以普遺的方式開放向所有受險客戶提供線上健康管理服務的體驗 同時,平安人受表示正在快速豐富和完善該項服務 未來將致力於為客戶提供全年不間斷的一站式健康管理服務 通過線上服務平台及線下服務資源供給的一站式整合 能夠覆蓋手機、服務門店等全方位健康管理服務 已在今年上半年正式問世 安邦Wash保險、微信理賠加快理賠速度據統計數據顯示 去年10月份,全國自助理賠日軍推薦量為292件 北京地區日軍推薦30多件 佔北分月度報案總量的37% 自助理賠安軍處理事效約4小時 遠低於6到7天內的事效要求 為提升旅賠速度 安邦保險借助互聯網家思維開發出科技創新的生產品微信自助理賠 市民借助微信自助查看理賠 可有效提升旅賠速度、解決理賠難等問題 據了解,微信自助查看是安邦保險推出的一項創新旅賠業務 五千元以下的非人商單方 或者雙方事故一方全責的簡易運件 用戶在出險後,無需等待查看完 自己可以通過微信拍照上傳 安邦旅賠客服人員收到用戶的事故照片後 實時審核定選 賠款1小時左右到帳 理賠過程中 用戶可以通過微信的理賠進度查詢功能查詢案件進展 避免用戶盲目等待 目前安邦系統記錄最快時間為13.2分鐘 查看調道指令發出道賠款到帳 通常為1小時內可以到帳 目前不分是全國微信理賠開展最好的機構 微信理賠的數量佔比為37% 全國軍值為20% 安邦賠款1,800元 平均結賠時效為3.8小時 低於全國軍值 安邦保險統計數據顯示 自2013年8月14日起推廣自助 微信理賠服務項目 截止到2014年5月17日 完成微信理賠案件已突破1萬件 截至去年10月底 微信理賠案件突破4萬件 微信理賠推出近兩年的時間已初見成效 保監局獲行協去年9月向社會公布的2014上半年理賠指標 安邦5,000元以下非人商案件的結犯周期10.6天 排名葉內第二 體現了微信理賠對加快理賠時效 增強客戶體驗的效果很明顯 華夏保險 攜手話女打造娛樂保護聯網 在改造金融業的同時也在改造傳統實體經濟 實體經濟形態的變化衍生出新的金融需求 互聯網逐步加深也衍生出一批新的互聯網財產 以及相應的保險需求和產品 如華夏保險與亞裏聯合打造的娛樂保 就是華夏保險在移動互聯領域的業務創新 娛樂保是由阿里巴巴數至娛樂事業群聯合金融機構打造的增值服務平台 用戶在該平台購買保險理財產品 出資一百元即可投資熱門影視劇作品 在高預期年發收益率 及有機會獲劇組探班 明星見面會等娛樂權益 據華夏保險介紹 娛樂保通過向消費者發售產品進行融資 所融資金配置為信託計劃 最終投向於亞裏娛樂旗下的文化產業 網民通過娛樂保平台購買保險理財產品後 資金將採取合法合規的方式投向文化產業 獲取投資收益 華夏保險與娛樂保合作的產品為兩款萬能保險產品 也是華夏保險電商渠道的全球產品 分別是華夏搖前樹A 款萬能險和華夏搖前樹E 款萬能險 綜合如期年發收益率分別為7.1%和6% 兩款產品在上線娛樂保之前 已經在招財保、百度金融等諸多電商平台銷售 取得了非常好的銷售業職 今年3月27日 華夏保險與淘寶雙方正式開始第一期娛樂保合作 這同時也是娛樂保項目總第六期 截至6月底 雙方已完成三期合作 保費收入累計一億元 購買人數超過13萬 據悉 在7月9日雙方開始新一期娛樂保項目 售賣額到2000萬 目前已處於預熱階段 太平洋保險 服務平台智能化者力 互聯網的發展和技術的革新 結合客戶對保險行業的特殊需求和期望 太平洋保險政治力於建立一個全方位 智能化的服務平台 以求為客戶提供方便 快捷 安全的在線業務辦理體驗 首先是83項服務功能 打通線上傳流程 為解決售險營業網點壓力 將公司對客戶關懷落到實處 公司與太平洋售險協助 藉助互聯網技術升級在線服務功能 完成高級會員認證的客戶 可以享受在線商城服務頻道 目前開通的所有83項服務功能 包括保單貸款、領取紅利、保單服校、滿期領取等 打通了網上辦理全流程 給客戶創造一個更自由、舒適的理財環境 這些新推出的功能設計 讓客戶足不出戶就能暢通無阻地辦理各項業務 提高了服務品質和業務效率 其次,網上保單貸款、太平洋保險實現服務智能化變身 以往,只要涉及資金流動的業務 客戶必須帶身份證、保單等去受險網點完成身份認證 可以通高級權限後才能辦理 太平洋及時捕捉客戶需求 率先實行在線身份認證 註冊客戶只需關聯一個保單號完成會員認證 通過驗證手機、上傳身份證和本人照片 經後台審核通過高級會員認證後 即可網上辦理保單貸款、還款業務 現在已經有許多客戶偏外以保單貸款的形式 解決臨時資金需求的問題 此項保險服務的智能化變 更滿足了不同人群保單貸款的個性化需求 為客戶提供最合理的理財方案 提升了客戶的體驗 請問你